第二边,地级 第一章,通则 第三十六条,地级除以依法律整理者外,应依本法之规定整理之 地级整理之程序,为地级测量及土地登记 第三十七条,土地登记,为土地及建筑改良物之所有权与他向权利之登记 土地登记之内容,程序,规费,资料提供,应付文件及意义处理等事项之规则,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三十七之一条,土地登记之申请,得出具委托书,委托代理人为之 土地登记专业代理人,应经土地登记专业代理人考试或检核及格 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从事土地登记专业代理业务,并曾领有政府发给土地代书人登记合格证明或代理他人申办土地登记案件专业人员登记卡者,得继续职业,为领有土地代书人登记合格证明或登记卡者,得继续职业至中华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非土地登记专业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请土地登记为业者,其代理申请土地登记之件,登记机关应不予受理 土地登记专业代理人开业,业务与责任,训练,工会管理及讲成等事项之管理办法,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三十八条,办理土地登记前,应先办地级测量,其以依法办理地级测量之地方,应及一本法规定办理土地总登记 前项土地总登记,位于一定期间内就职辖市或县,使,土地之全部为土地登记 第三十九条,土地登记,由直辖市或县,使,地政机关办理之 但各该地政机关得在辖区内分设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四十条,地级整理以直辖市或县,使,为单位,直辖市或县,使,分区,区内分段,段内分宗,按宗编号 第四十一条,第二条第三类及第四类土地,应免与编号登记 但因地级管理必须编号登记者,不在此县 第四十二条,土地总登记得分若干登记区办理 前项登记区,在直辖市不得小于区,在县,使,不得小于乡,镇,使,区 第四十三条,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 第二章,地级测量 第四十四条,地级测量依左列次序办理 一,三角测量,三边测量或精密导线测量 二,图根测量 三,护底测量 四,计算面积 五,制图 第四十四之一条,地级测量时,土地所有权人应设立戒标,并永久保存之 戒标设立之种类,规格,方式与其销售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四十五条,地级测量,如由该管制辖市或县,市,政府办理,其实施计划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定 第四十六条,地级测量如用航空摄影测量,应由中央地政机关统筹办理 第四十六之一条,以半地级测量之地区,因地级原图破损,灭尸,比例尺变更或其他重大原因,得重新石施地级测量 第四十六之二条,重新石施地级测量时,土地所有权人应于地政机关通知之限期内,自行设立戒标,并到长纸戒 逾期不设立戒标或长纸戒者,得一阻列顺序进行施测 一、临地戒指 二、现使用人之纸戒 三、参照就地基图 四、地方习惯 土地所有权人因设立戒标或到场纸戒发生戒指争议时,准用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处理之 第四十六之三条,重新石施地级测量之结果,应于公告,其期间为三十日 土地所有权人认为前项测量结果有错误,除未依前条之规定设立戒标或到长纸戒者外,得于公告期间内,向该管地政机关缴纳付账费,申请付账 经付账者,不得再申请付账 于公告期间未经申请付账,或付账结果无误或经更正者,地政机关应及具已办离土地标识便根登记 第四十七条,地级测量实施之作业方法,程序与土地付账,建物测量之申请程序及应被文件等事项之规则,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四十七之一条,地政机关办理地级测量,得委托地级测量师为之 地级测量师法,另定之 第四十七之二条,土地付账费及建筑改良物测量费标准,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三章,土地总登记 第四十八条,土地总登记,依佐列次序办理 一,调查地级 二,公布登记区及登记期限 三,接收文件 四,审查并公告 五,登记发给书状并造册 第四十九条,每一登记区接受登记申请之期限,不得少于二个月 第五十条,土地总登记办理前,应将该登记区地级图公布之 第五十一条,土地总登记,由土地所有权人于登记期限内简同证明文件申请之 如系土地他向权力之登记,应由权力人及义务人共同申请 第五十二条,公有土地之登记,由原保管或使用机关嘱托该管之辖市或县,是 地正机关为之,其所有权人拦住名为国有,之辖市有,县,是,有或乡,镇,是,有 第五十三条,无保管或使用机关之公有土地即因地级整理而发现之公有土地,由该管之辖市或县,是,地正机关竟为登记,其所有权人拦住名为国有 第五十四条,和平继续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769条或第770条之规定,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者,应于登记期限内,经土地四邻证明,申请为土地所有权之登记 第五十五条,直辖市或县,是,地正机关接受申请或主托登记之件,经审查证明无误,应及公告之,其依第五十三条竟为登记者一同 前项申请或主托登记,如应补缴证明文件者,该管直辖市或县,是,地正机关应限期令其补缴 第五十六条,依前调审查结果,认为有瑕疵而被驳回者,得向该管司法机关诉请确认其权力,如今裁判确认,得依裁判再行申请登记 第五十七条,于登记期限无人申请登记之土地或经申请而于县未补缴证明文件者,其土地是为无主土地,由该管之辖市或县,是,地正机关公告之,公告期满,无人提出异议,即为国有土地之登记 第五十八条,依第五十五条所为公告,不得少于十五日 依第五十七条所为公告,不得少于三十日 第五十九条,土地权力关系人,在前调公告期间内,如有异议,得向该管之辖市或县,是,地正机关以书面提出,并应复具证明文件 因前向异议而生土地权力争执时,应由该管之辖市或县,是,地正机关予以调除,不服调除者,应于接到调除通知后十五日内,向司法机关诉请处理,与其不起诉者,依缘调除结果办理之 第六十条,合法占有土地人,位于登记期限内生请登记,亦位于公告期间内提出异议者,丧失其占有之权利 第六十一条,在办理土地总登记期间,当地司法机关应设专庭,受理土地权力诉讼案件,并应诉许审判 第六十二条,申请登记之土地权利,公告期满无异议,或经条处成立或裁判确定者,应即为确定登记,发给权利人以土地所有权状或他向权利证明书 前向土地所有权状,应赋以地断图 第六十三条,依前条确定登记之面积,应按原有证明文件所载私质范围以内,依实际测量所得之面积登记之 前向证明文件所载私质不明或不符者,如测量所得面积未超过证明文件所载面积十分之一时,应按实际测量所得之面积予以登记,如超过十分之二时,其超过部分是为国有土地,但得由原战友人优先脚架成领登记 第六十四条,每登记区应依登记结果,造具登记总部,由直辖市或县,使,政府永久保存之 登记总部之格是基确理与保存方法,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六十五条,土地总登记,应由权利人按申报地价或土地他向权利价值,缴纳登记费千分之二 第六十六条,依第五十七条公告之土地,原权利人在公告期内提出异议,并呈验证件,申请为土地登记者,如今审查证明无误,应依规定程序,予以公告并登记 但应夹缴登记费之二分之一 第六十七条,土地所有权状及他向权利证明书,应缴纳书撞废,其废额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六十八条,因登记错误遗漏或虚伪至受损害者,由该地政机关负损害赔偿责任 但该地政机关证明其原因应规则于受害人时,不在此线 前项损害赔偿,不得超过受损害时之价值 第六十九条,登记人员或利害关系人,于登记完毕后,发简登记错误或遗漏时,非以书面生请该管上级机关查明核准后,不得更正 但登记错误或遗漏,纯属登记人员记载时之疏忽,并有原始登记原因证明文件可记者,由登记机关进行更正之 第七十条,地政机关所收登记费,应提存10%作为登记除金,专备第六十八条所定赔偿之用 地政机关所付之损害赔偿,如因登记人员之重大过失所之者,由该人员偿还,拨归登记除金 第七十一条,损害赔偿之请求,如今该地政机关拒绝,受损害人得向司法机关起诉 第四章,土地权力变更登记 第七十二条,土地总登记后,土地权力有移转,分割,合并,设定,增减或消灭时,应为变更登记 第七十三条,土地权力变更登记,应由权利人及义务人会同生请之 其无义务人者,由权利人生请之 其系继承登记者,得由任何继承人维权体继承人申请之 但其申请,不影响他继承人抛弃继承或限定继承之权利 前项申请,应于土地权力变更后一个月内为之 其系继承登记者,得次继承开始之日起,六个月内为之 申请于期者,每于一个月得处应那登记废额一倍之罚还 但最高不得超过二十倍 第七十三之一条,土地或建筑改良物,自继承开始之日起于一年未办理继承登记者 经该管制辖市或县市地政机关查明后,应及公告继承人于三个月内申请登记 于期仍未申请者,得由地政机关予以列策管理 但有不可规则于申请人之事由,其妻兼应于扣除 前项列策管理期兼为十五年,于期仍未申请登记者 由地政机关将该土地或建筑改良物清策以请国有财产局公开标授 继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无合法使用权者,于标授后丧失其占有之权利 土地或建筑改良物租令期兼超过五年者,于标授后以五年为限 依第二项规定标授土地或建筑改良物钱应公告三十日,继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范围依序有优先购买权 但优先购买权人位于绝标后十日内表示优先购买者,其优先购买权是为放弃 标授所得支架款应于国库设立装户储存,继承人得依其法定应继分领取 于十年无继承人申请提领该价款者,归属国库 第二项标授之土地或建筑改良物无人应买或应买人所出最高价未达标授之最低价额者,由国有财产局定期再标授,于再行标授时,国有财产局应着减拍卖最低价额,着减数额不得于百分之二十 经五次标授而未标出者,登记为国有并准用第二项后段丧失占有权及租赁期限之规定 自登记完毕之日起十年内,原权利人得减负证明文件按其法定应继分,向国有财产局申请就第四项专户提拨发给嫁金,经审查无误,公告九十日期满无人应义时,按该土地或建筑改良物第五次标授底价分算发给之 第七十四条,申请为土地权利变更登记,应减负原发土地所有权状及地段图或土地他向权利证明书 第七十五条,申请为土地权利变更登记之鉴,经该管支辖市或县,使,地政机关审查证明无误,应及登记于登记总部,发给土地所有权状或土地他向权利证明书,并将原发土地权利书状注销,或就该书状内加以注明 依前项发给之土地所有权状,应复以地段图 第七十五之一条,前条之登记尚未完毕前,登记机关接获法院查封,假扣押,假处分或破产登记之主托时,应及改办查封,假扣押,假处分或破产登记,并通知登记生请人 第七十六条,申请为土地权利变更登记,应由权利人按申报地价或权利价值千分之一缴纳登记费 申请他向权利内容变更登记,除权利价值增加部分,依前向缴纳登记费外,免纳登记费 第七十七条,因土地权利变更登记所发给之土地权利书状,每张鹰角费额,依第六十七条之规定 第七十八条,佐列登记,免缴纳登记费 一,因土地重化之变更登记 二,更正登记 三,消灭登记 四,屠销登记 五,更名登记 六,住址变更登记 七,标识变更登记 八,限制登记 第七十九条,土地所有权状及土地他向权利证明书,因损坏或灭师请求换给或补给师,依左列之规定 一,因损坏请求换给者,应提出损坏之原土地所有权状或原土地他向权利证明书 二,因灭师请求换给者,应续名灭师原因,简附有关证明文件,经地证机关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满无人就该灭师时时提出异议后补给之 第七十九之一条,申请保全佐列请求全之预告登记,应由请求全人捡复登记名义人之同义书为之 一,关于土地权利移转或使其消灭之请求权 二,土地权利内容或次序变更之请求权 三,复条件或期限之请求全 前项预告登记未土消钱,登记名义人就其土地所为之处分,对于所登记之请求全有妨碍者无效 预告登记,对于因真收,法院判决或强制之行而为新登记,无排除之效力 第七十九之二条,有佐列请行之一者,应缴纳公本费或阅览费 一,申请换给或补给权利书状者 二,申请发给登记部或地级图腾本或结本者 三,申请抄录或影印登记申请书及其附件者 四,申请分割登记,就新编地号另发权利书状者 五,申请阅览地级图之栏塞塞图或付制图者 六,申请阅览电子处理之地及资料者 前项公本费,阅览费费额,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二,申请类的控制住